今天给大家带来三言二拍之《姚迪朱被拐记》 话说在明朝万历年间 浙江徽州府修宁县姚家 有一位名叫迪朱的女儿 年方十六貌美如花 称为一方佳话 她的父母疼爱有加 家境富足 对她呵护辈志 长大成人后 通过没人介绍 嫁给了屯西的潘家 哎 这世间最不能听信的 就是媒婆的话 他们要说这个人贫贱 连识从也无力追之地 他们要说这个人富贵 饭丹也能拥有万寝之财 这里的实从可是西晋时代的巨富 饭丹则是春秋时代的药饭花子 这一切都说明 富贵凭贱 全凭没人一张嘴 屯西潘家 虽然是个旧姓大家族 但已经家境没落 男的要离家外出做生意 女的要在家心情操持家务 日子过得不得闲 抵珠的丈夫潘家 虽有几分人才 却已经放弃读书而重伤了 抵珠的公婆更是刻薄无情 常常恶言相向 抵珠的父母悟性没人 将心爱的女儿嫁给了潘家 虽然夫妻二人感情尚好 但看到家境如此 心中总是补偿 时常偷偷地落泪 潘家知道妻子的想法 便用好言安慰他 陪他度过艰难日子 然而婚后的第二个月 潘家的父亲便对儿子发难了 催出儿子出去赚钱 你们如此天天地 你贪我爱的 夫妻搅在一起 白白地过日子不成 为何不想办法去做生意呢 潘家无奈 只能和妻子低珠说了 两个人抱头痛哭 说了一夜的情话 一依不舍 第二天一早 父亲就逼着潘家外出了 潘家只得与妻子低珠告别 潘泪离家 低珠独自在家 倍感凄凉 她原本是娇贵的女儿 如今却事事艰难 闷闷不乐 公公婆婆看到低珠如此 更是责骂不已 周眉骂道 你这个婆娘想什么呢 害什么相思病呢 低珠从小在父母身边 何曾遭受过这样的辱骂 她不敢回嘴 只能忍气吞声 偷偷起来抽气 有一天 因为低珠起床晚了一些 公婆要赶早饭 她忙得不可开交 没能及时准备好 潘妇便破口大骂 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女人 怎么到现在才起床呢 低珠听了 便说道 我是正经人家的女儿 就算有了些过错 也不至于被人如此的侮辱吧 说完 大哭起来 感到十分委屈 晚上睡不着 越想越生气 心想 这个糊涂人 说话这么不公平 我一定要回家 告诉父母 我要向他们说明这件事 看他说的话 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而且借此机会 回家多待几天 也能避开不少烦恼 想吧 清晨未及洗漱 用一块手帕包头 一口气跑到了渡口 哎 要是他身边能有个人 就知道 他此时的处境 一定会拦腰抱住他 劝他回家 以免发生后面的 一系列的事情 地珠跑出来时 天色尚早 虽然已经有人活动 但人际稀少 渡口显得格外安静 这个地方 有一个专门不做好事的光棍 名叫汪溪 措号学里区 意思是 他在动恶中也不怕 地珠也是运气不佳 正好碰到他独自一人在西中 划竹筏 来到渡口 他看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 独自站在岸边 头发凌乱 满脸泪水 觉得事情 有些不对劲 他问道 姑娘 你要过河吗 地珠回答 正要过去 汪溪说 那上来吧 一边说 一边接他下来 上了法子后 将法子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问道 姑娘 你是哪家人呢 一个人要去哪里 地珠说 我要回娘家去 你只管把我送到渡口 我自己认识路 不用你管了 汪溪说 看你头发凌乱 满脸泪水 独自一人 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事吧 你要是把事情说清楚 我才能带你过河 地珠无奈 只好一边哭 一边把丈夫不在家 自己如何受气地经过 讲了一遍 汪溪听了 心里琢磨了一下 说既然这样 我不能再带你过河 你一个人 要么逃走 要么自杀 要么被别人拐走 如果被查出来 是我带你过河的 我就要替你背黑锅了 地珠说 你胡说 我只是想回娘家 怎么是逃走呢 如果我想要死 直接跳河不就行了吗 我又认识回家的路 不会被人掳走的 汪溪说 但我还是不信你 既然你要回娘家 我家就在附近 你先去我家坐坐 我去告诉你家人 叫人来接你 这样大家都能放心 地珠觉得也没别的办法 只好答应了他 于是呢 他跟着汪溪来到了他的家 走进一个弯弯区区的小巷 来到一个地方 这里有好几道门 屋子里十分幽静雅致 只见窗户明亮 几盆花放在庭院里 室内几张宿静的椅子 墙壁上挂着一张画 桌上摆着一个纱壶 这个小小的宅子 虽然不是富贵人家 但也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家 原来呀 这个所在 是汪溪的一个藏身之处 专门诱骗梁家妇女致此 假装亲戚 勾搭那一等品行不端的子弟 让他们沉迷其中 或是寻欢作乐 或是迷失自我 便在此处安家 赚取他们的钱财 若是这些妇女无依无靠 他们就会找机会 卖给饭水客人 换取丰厚的报酬 此事已经持续了很久 如今 他们看中了低珠 起了不良之心 骗她到此 低珠原是好人家的女儿 喜欢清闲 但因公婆凶悍 每日里不仅要操持家务 如柴火 煮饭 熬粥 打水等 还要应对油盐降醋的琐事 头疼不已 当她来到这个干净整洁的地方 心中竟有几分欢喜 汪溪溅她并无惧色 反天欢喜 便上前求欢 低珠顿时变色 如何能这样 我是好人家的女儿 你原本说要留我在此 报信给我家中 为何拐我来此 想要欺骗我呢 说完 她看见桌上的铁签 拿起来就往喉咙刺去 汪溪慌忙阻止 有话咱们好好说嘛 再也不敢了 原来汪溪呀 只是想拐骗妇女 贪图财物 对美色并没有特别在意 她害怕真的闹出事 便放弃了求欢的念头 她离开了一会儿 叫出一个老婆子说道 汪嬷嬷 你陪这位娘子聊聊天 我去她家报个信就来 滴珠告诉了她地方 和父母的名字 叮嘱道 请务必早点让他们来 我会重重感谢你的 汪溪离去后 老嬷嬷端来洗脸水 拿出了梳妆用品 让滴珠梳洗 她站在一旁 瞪大眼睛看着 茶话问 娘子是哪家的眷属 为何来到这里呢 滴珠把事情的经过 详细说了一遍 婆子故意摇摇头 这般狠心的老丈 不识大体 有这样美貌的儿媳妇 不知足还敢骂她 真是没人性啊 这样的人 一天都不要忍她 滴珠说着 眼中含着泪 婆子又问 现在打算去哪儿呢 滴珠答道 现在要回家告诉父母 然后在娘家躲一阵子 等丈夫回家 再做打算吧 婆子问 丈夫何时回家呢 滴珠又流泪 成亲才两个月 就被她骂走了 不知何时能回来 没有准信啊 婆子叹道 真没天理 这样的美貌女子 却要独守空房 还被骂 娘子呀 别怪我多嘴 你在家 又能躲几天呢 终究还是要回到 公婆家里去的 你难道能在娘家 躲一辈子吗 这样的委屈日子 何时是个头呢 滴珠无奈地说 命该如此 没办法呀 婆子说道 以我看来 让你过得快活 享受终身 才是重要的 滴珠问 你有何妙计呢 婆子回答 我往来的 都是富家子弟 和贵族公子 有的是有教养 长相俊美的年轻人 你只需挑选 重义的 我帮你牵线 一旦成了 他们会把你 当作珍宝般的珍惜 你可以尽情享受美食 华福 不用动手 有奴仆伺候 这样的人生 才不枉费你如此美貌呀 相比之下 守空房 做出活 受气的日子 就显得无趣的多呀 滴珠年纪轻轻 又受尽了苦难 听了这番话 心动了 但又担忧 这样行吗 如果被人知道了 怎么办呢 婆子说 这地方 外人不敢来 保密性很好 你住两天看看 就会觉得 如天堂一般 滴珠说 刚才我已经让 称罚的人 回家报信了 婆子说道 那是我干儿子 她不懂事 去报这个消息 正当他们说话间 一个人闯了进来 原来是 称罚的那个人 汪熙 滴珠问她 你到我家里 报信了吗 汪熙回答 我才不会 告诉你家里呢 我早就听到了 王嬷嬷的话 对你下半生有意 这是万全之策 你自己考虑吧 滴珠叹息 我一个落难之人 入了圈套 也没办法 只要不耽误 我的事就行了 婆子说 刚才不是说好了 只要你愿意 双方都满意 怎么会耽误你呢 滴珠一时 没了主意 又被房间的精致 和整洁所吸引 于是呢 他就放下心 住了下来 婆子和汪熙两个人 热心地伺候他 随时满足他的需求 生怕有什么 不周到的地方 滴珠越发觉得开心 忘了烦恼 过了一天 汪熙出去了 遇见一个富有的商人 名叫吴大郎 大郎家有百万家产 是个风趣的人 他问汪熙 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汪熙说 有个表侄女 新寡 长得漂亮 还没有配对象 这可是上门的货物 只是价格较高 大郎问 我能去看看吗 汪熙回答 不难 只是他家较严 我先回家和他商量 你直接进去看就行了 吴大郎明白了 汪熙回来后 见滴珠坐在房间里发呆 他劝道 小娘子 去客厅坐坐吧 别总在房间里闷着 王婆子在后面听到了 也走出来劝道 是啊 娘子 出去走走吧 滴珠答应了 走到外面 汪熙把房门关上 滴珠坐下说 默默 我还是回家吧 默默说 娘子别急 我们只是疼爱你 不想让你受苦 所以才劝你 你再耐心些 一定能遇到好姻缘 说话间 外面突然闯进一个人来 你猜 他是怎么打扮的 只见他 头戴一顶前后不一样的 足简金 旁边缝着一对 左一块右一块的 蜜蜡金饰 身穿一件 宽大袖子的 青绒道袍 脚下 着一双 低根浅面的 红铃僧鞋 这如果不是宋玉墙边路过 那肯定就是潘安 车上下来 他静止走进堂中 问道 小汪在家吗 低珠吓得慌了神 连忙起身 但是呢 已经和他打了个找面 赶紧往房门里跑去 没想到 门先前 已经被汪溪暗地里锁上了 无处可躲 这时候 王婆笑着说 哦 原来是吴大郎啊 怎么也不先说一声 他对低珠说 这是我家的老主顾 没关系的 又对吴大郎说 介绍一下这位娘子吧 吴大郎一见到低珠 连忙深深举了个躬 低珠也只得回了理 偷眼一看 原来是个俊俏可爱的少年 心里早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吴大郎上下一看 只见低珠 不失粉黛 淡雅梳妆 自然大家的风范 与那些胭脂队里的女人 大不相同 她是个内行的人 自然懂得轻重 早已心醉半边 说道 娘子请坐 低珠虽然是出身好人家 还是有些害羞 只叫王嬷嬷说 我们进去吧 嬷嬷说 慌什么 就带着低珠 就带着低珠一起进去了 进去后 对吴大郎说 看上他了吗 吴大郎说 嬷嬷嬷嬷嬷嬷 η 我 怎么不行呢 大郎说道 如果真要一千银子 也没关系 只是我家里的大夫人很厉害 专门找麻烦 我虽然不怕她 但是担心委屈了这位小娘子 不方便带回家 婆子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 另外租上一所房子住 两边都可以照顾 不是很好吗 大郎说 好是好 只是另外住了 就需要用人伺候 另外起伙做饭 这都是小事 关键是瞒不过家里 万一他们知道了 整天闹哄哄的 非要和我们一起住 那就麻烦了 婆子说 这有何难 你拿出聘礼 把她取回家 就在这里成亲 每个月给她几两银子生活费 我帮你照顾她 你在家 就推说有事出门 经常来这里看看 保密工作做好不就行了吗 大郎笑着说 这个主意 这个主意真好 就这么办吧 于是商量好聘礼 银子八百两 衣服首饰之类的也都准备好 总共花了千金 每个月给她十两银子的生活费 加上房租 一共十二两 大郎都答应了 忙去拿银子 王婆转身进房 对低珠说 刚才那个年轻人 你觉得怎么样 原来低珠 虽然一开始害羞 但心里 还是有些舍不得 躲在暗处 看得很清楚 吴大郎 和王婆 一边说话 一边盯着门里看 有时候露出半张脸 如果不是有人在面前 他们两个早就没来眼去了 低珠见王婆问她 她就随口问道 她是哪一家的人呢 王婆回答 这是辉州府有名的商山吴家 她是吴家第一个财主 五百万吴大嘲讽 她看见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她想要娶你回去 但有些不方便 她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娶你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低珠一方面 喜欢这个干净的卧室 又看上了吴大郎的人品 听说可以在这里住下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心里十分满意 她说道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就听凭妈妈安排吧 只要方便些 不泄露消息就好了 婆子说啊 怎么会泄露消息呢 但你日后和她相处 不能告诉她真相 免得被她看不起 这时候呢 吴大郎带着一辆轿子 两个俊俊的仆人 捧着两个拜侠来到了汪西家 她父亲的银子就问道 什么时候成亲呢 婆子回答 一切都听您的安排 可以选择一个好日子 或者不选日子 即使是今天晚上 即使是今天晚上也可以 吴大郎说 今天我家里面有些事情 不能马上搬过来 明天 我推说去杭州 进乡取账 过来住上一段时间 吴大郎急不可耐 等不及挑选 黄道吉日 若论婚事大事 本该找个好日子 王婆与汪西 商量妥当 告知低朱 恭喜娘子 你的心事已达成了 拿出了吴家的银子 四百两 小兮兮地说 银子八百两 你得一半 我们两人分一半 做没人钱 银子堆在桌上 白花花的 低朱也心生欢喜 各位看管 你或许误解了 这没人见钱眼开 怎么会舍得与人平分呢 其中自有缘由 一则 想在低朱面前炫耀财富 赢得他的心 二则 银子 扔在他家 不怕他跑了 渐渐哄骗出来 钱财依旧在 若不给低朱一些好处 日后吴大郎来了 怕他把真相说出 反而不好 这正是老梅人的 深思熟虑啊 吴大郎次日 果然衣着光鲜 来到了汪西家成亲了 他怕人知晓 无需伴郎 不请乐队 只让汪西备了两桌酒 请低朱出来供饮 饮酒完毕进房 低朱起初害羞 不愿出来 后来勉强坐下 找个借口回房 关上了门 有人问 低朱的婆家 潘家 为何不对他失踪 提出质疑呢 这其中的原委 咱们慢慢到来 潘家自从那天早起 发现低朱 没来煮早饭 潘婆走进房间 推开窗户一看 床铺整齐 但是不见低朱的踪影 潘婆怒吃到 她又跑到哪儿去了 她把潘公叫来 告诉他这事 潘公说 他又闹什么幺蛾子 才想着 他可能是回了娘家 于是急匆匆地去渡口 打听消息 有人告诉他 清早有个妇人渡河 有人认出 他是潘家大儿媳妇 潘公听了 心中起火 昨天我才说了他几句 他就跑回娘家了 先让他在娘家住着 不理他 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他气冲冲地回家 告诉了潘婆 过了十来天 姚家担心女儿 特地准备了一些礼物 派了一男一女 去潘家探望 想了解低朱的情况 潘公说 他已经回娘家十来天了 你们怎么还来问呢 那送礼的人打惊 说道 你说什么呢 我们家的姐姐 嫁到你们家才两个月 我们还没来得及接她呢 她怎么就自己回去了 我们放心不下 所以来看看 怎么你说这种话呢 潘公说道 前几天他发脾气 跑回去了 有人在渡口看见他 他说不定已经回了娘家 那男女说 他实在没回去 当时是不是认错人了 那男女啊 见势头不对 赶紧带着礼物离开 回了家后 将情况告诉了 姚公和姚妈 姚家夫妇大惊 哭着说 怎么说 我们的女儿 怕是被那两个老家伙 逼死了 我们得赶紧告状啊 为他讨回公道 他们找了一个送师 商量起诉的事 那潘公潘婆 以门心思觉得 是姚家藏了他们的女儿 便派人去把儿子接回家 两家人都报了案 案子都得到了批准 于是呢 修宁县的李之县 将相关等人 都带到了官府审问 在堂上 众人互相推诿 李之县大怒 先把潘公夹起来 潘公说 有人亲眼看到他过了河 如果他是投河而死 那么必然会有尸首和痕迹 很明显是他们家藏了人 李之县说 说得对 人失踪了十多天 如果死了 怎么可能没有尸首呢 一定是你家藏着人了 于是放了潘公 再把姚公夹起来 姚公说 人在他们家 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 如果他真的当时就回了家 那么这十来天 潘家为什么不派人来问问 看看他的下落呢 一个人身高六尺 天下难藏 即使我藏了他 后来他嫁了人 也会有人知道 怎么能瞒得住呢 请大人明察呀 李之县想了想说 也对 怎么藏得过吗 就算藏了 也没什么用处 多半是与别人有私情 约好了离开的 潘公说 我儿媳啊 虽然懒惰交惯 但家里规矩严谨 没有这样的事 李之县说 那么是不是有人拐走了他 或是藏在亲戚家里呢 便对姚公说 是你的女儿不争气 而且她的行踪 你作为父亲应该知道 你不能推卸责任 你要去找他 和我一起抓人 五天一次来汇报吧 于是呢 就把潘公父子放了 姚公带罪出来 姚公的女儿失踪 心中已经痛苦不堪 又遭受了这样的冤屈 只能呼天抢地 无从述说 只好贴出了寻人启事 承诺赏签 四处寻找 但是毫无阴性啊 只是这潘家 见妻子失踪了 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按时 每隔五天 就来官府汇报一次 姚公因此 也被打了好几次板子 这件事 在修宁县 传得沸沸扬扬 城里乡下的人 都把她的事 当作奇闻 亲戚们 都为姚公抱不平 但又没办法 再说 姚家的一个志亲 叫周少熙 她在浙江做生意 闲暇的时候 就爱闲逛 有一天 她看见一个风尘女子 在门口笑影 看起来好熟悉 仔细一想 觉得长相和低珠一模一样 她心想 家里打了两年没头的官司 她却在这儿 她想上前问问 但又想 不行不行 问她的话 她未必敢说真话 要是打草惊蛇 就不好办了 不如告诉她家里 让他们自己来找 紧赶慢赶 周少熙回到了晖州 把这件事告诉了姚翁 姚翁说 不用说了 她一定是被人拐卖了 于是 她叫儿子姚蚁 秘密准备了 摆来两银子 去赎人 她又商量说 私下熟人怕是不行 又在修宁县 告明了原因 花了些银子 拿到了一张通缉令 如果不行 就可以去官府告状 姚蚁和周少熙 到了渠州 见到了那位女子 两人相互打量着 各有心事 姚蚁疑惑地想 她为什么不靠近我呢 急着认哥哥 那女子 也疑惑地想 她为什么不迎接轿子 忙着叫姐姐呢 姚蚁上前仔细看 确认是她妹妹 那女子笑容满面 假装礼貌地 行了个礼 姚蚁只好请她坐下 不敢马上认清 问道 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呢 那女子说 我叫郑月娥 本地人 姚蚁听她说的话 听她的口音 已经不是低株 已经有些怀疑了 郑月娥问她 可关你是哪里人 姚蚁说 我是辉州修宁县的姚某 父亲叫某某 母亲叫某某 好像在查她的家事 把三代姓名都报了出来 她还以为她是妹妹 她会承认 所以如此 郑月娥见她说话啰嗦 笑道 我又没问你的出身 为什么要告诉你三代的姓名呢 姚蚁满脸通红 知道自己认错了人 他们开始喝酒 你一杯我一杯 相互对应 郑月娥见姚蚁 一直盯着她的脸看 心里好生疑惑 就问道 我们不曾相识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呢 姚蚁只好跟她解释 家里的事情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因为看到你 像我失散的亲人 所以我才请你过来 想要确认一下 没想到 你并非是我寻找的那个人呢 月娥问 真的像吗 姚蚁回答 外表的动作神情丝毫不差 只是内心神态 有些微妙的差别 除非至亲骨肉 每日都在眼前 用心去体会 才能看出差别 但是呢 也已经是十分相似了 如果不是声音有所不同 我刚才就要误认你了 月娥说 既然如此相似 那我就做妹妹吧 姚蚁大道 又来开玩笑了 月娥认真的说 不是开玩笑 我是认真考虑的 你家里丢失了妹妹 为此打官司 却一直无法了结 除非找到妹妹 官司才能结束 我是这里好人家的女儿 原本在江秀才家里做妾 但是大夫人不喜欢我 后来江秀才 为了贪图利益 竟将我 卖给了郑妈妈 你如今认定 我是你失散的妹妹 我承认你是我的哥哥 我们一起去官府报案 一定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决 我既能摆脱困境 也能报仇学恨 到了你家 做了你的妹妹 官司也解决了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姚蚁说 主意倒是很好 只是声音 相差太大了 而且既然到了我家 要做我的妹妹 就必须让亲戚朋友们都知道 这样才能显得真实 月娥说 人们最怕的是 面貌相似 而声音 却可以随时改变 你妹妹失踪两年 假如真的在渠州 说不定 也已经和我一样 说这里的方言了 亲戚朋友 你可以教我认识的 况且 你办事的时候 还在等待官司的结果 时间还长 足够我们相处 我也可以学你的方言 就这样 他俩到了官府 告诉了李知县 李知县暗地里发了公告 四处张贴 声称姚迪珠 已经在某年某月找回了 两家都不要再闹上公堂了 不得再行诉讼 而姚迪珠 与吴大郎在一起两年 大郎家里渐渐知道了 不让他随意出门了 有一天呢 汪西在外行走 得知街上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说是失踪的女孩 已经找到了 他急忙回去 告诉了王婆 王婆不信呀 非要去看个究竟 两人一起来到街上 看了告示 汪西不免手舞足蹈 指指点点 说给王婆听 这一幕 被旁边的捕快 看在眼里 悄悄跟了上去 到了僻静的地方 听见两个人私下说 好了好了 现在可以安心了 捕快突然跳出来 你们干的坏事 现在已经暴露了 还想逃到哪里去呢 汪西吓得手脚无措 不要吓我 我们先去店里坐坐 于是他们带上捕快 去了酒楼了 汪西故意点了很多菜 一转眼跑了 只剩下王婆和捕快 坐在那里 等了半天 韭菜还没上来 下去一问 汪西已经走了很久了 捕快把王婆绑了起来 我要带你去见官 第二天 捕快来到县衙告状 支县听了 立刻派人去抓 他们到了汪西家 一阵叫门 把门砸开 王婆吓得上了调 他们把姚迪珠 立刻带到公堂 支县一看 就是他 他又签了一张票 叫潘家和他的妻子 一起过来 假的也来了 一起站在堂上 真假难辨 支县让潘家 自己认人 潘家一眼就认出了真的姚迪珠 和他们说了几句私房话 支县让他们起来 问明了情况 姚迪珠从头到尾述说了被汪西欺骗的经过 支县问 还有别人参与吗 姚迪珠心里有吴大郎 但没说出来 只说不知道她的名字 支县又叫假的姚迪珠上来 她说我叫郑月娥 是为了报仇 和姚迪商量好的 因为我长得像她妹妹 潘家 领回姚迪珠后 家庭重聚 姚迪 背叛冲军 官府要她妻子画样 但是姚迪并未娶妻 此时郑月娥才明了此事 大哭地说 这是我为了自己脱身 设下此计 谁知道反而害了姚迪 现在我愿意生与死 和她在一起 也不枉费一番心意 姚公不舍的儿子 听到这番话 立即设法赎回了月娥 改名换姓 随儿子去做军妻了 后来碰到大社返回故乡 成为了夫妇 这也是郑月娥 一丝良知未敏的表现 由于姑嫂二人 长得有些下 晖州至今还传为小谈 小谈 这样子 做法赎回答 这也是郑月娥 这也是郑月娥 有老师 有老师 那是郑月娥